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是名不见经传的小精英扮演者李世荣 在现在的韩国 李世荣这个名字代表的是最具有潜力的未来影星 众所周知 在韩国娱乐圈更新换代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但是像李世荣这样从小时候一直慢慢成长 最后成为明星却十分的欣赏 因为在韩国想当童星很难 除了长相出众之外 一般还要经过千人的选拔 花费的精力财力都是普通人难以承受的 而李世荣能当上童星 跟他的母亲有很大的关系 在李世荣出生的前一年 韩国发生了著名的青蛙少年失踪案 李世荣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一名演员 出现在电视机上 为他人所知 这样就避免被人绑架了 所以李世荣不满五岁就已经出道 从小学到现在一直稳扎稳打 成为了韩国人民心中实至名归的第一童星 本来按照这样的发展轨迹 李世荣应该早就成为了韩国娱乐女星的咸丰人物 但是并没有 翻看了李世荣的成长轨迹 我们可以发现 李世荣有一段时间 几乎没有任何的演出活动或者是演艺作品 这段长达四年的时间消磨了李世荣之前所有的名气 李世荣本人也是失去了进一步发展大的最好机会 直到2011年 李世荣才开始在电视剧中露面 但是街道的角色没有一个女主角 甚至女二号都没有 这种状态维持了五年之角 终于在2016年的时候 李世荣因为出演了KBS的电视剧 月桂树西装店的绅士们和花游记再次走红 拿到了百想艺术大赏女子新人奖 这才成功地拿掉了童星的帽子 成为了青年女演员中实力派的代表人物 第二年 也就是2017年的时候 韩国电视台TVN开始在全国评选出 2017年最迷人的女星排行榜 TVN在韩国是什么地位呢 在韩国是属于付费台 总之 一句话 他评出来的这个排行榜很有分量 而最后拿到冠军的就是这位李世荣 连考出演 举众妖精金服朱大热女星李盛金都只是位居第四名 由此可见李世荣在韩国的人气 随着近两年的发展 李世荣的工作和生活也越来越稳定 在一次采访中 他也勇敢地说出了 不仅自己曾经遭受到了 很多的男演员也遭受到了 因为从2016年开始 韩国娱乐圈的 现象越来越严重 甚至有女星为此而 所以韩国开展了反骚扰运动 也是借了这个契机 李世荣才说出这件事 也因为遭受到了 所以有段时间 他也在考虑要不要退出娱乐圈 幸好最后 李世荣还是认为拍戏是自己最大的喜好 现在的李世荣 颜值在线 演技在线 他本人也被认为是韩国国际女演员 裴斗娜的携帮人 但是除了李世荣 韩国娱乐圈 万中瞩目的女明星 还有很多 无论是成名已久的 全志贤 宋慧乔等人 还是在年轻一辈中 很受欢迎的林允儿 郑秀卿等人 对于现在的李世荣来说 都是很大的挑战 由李俊浩 李世荣主演的古装韩剧 《衣袖红香变》 开播至今收获无数好评 最新收视更是突破了10% 成为本季最大黑马 而举重 饰演活泼小宫女成德人的李世荣 也因为清新的古装扮相 以及精湛演技 引发了不少话题 原来同性出身的李世荣 已经出道23年 还曾上过蒙面歌坊 1992年出生的李世荣 当时因为1991年 在韩国引起社会恐慌的 青蛙少年事件 让李世荣的妈妈 为了预防女儿被绑架 决定培养她 成为一名拥有知名度的演员 在李世荣5岁时 便成功以综艺节目轻轻出道 说到李世荣 童星时期的代表作 当然就是 红遍全亚洲的大长精 剧中 李世荣饰演年少时的 小精英一绝 年纪虽小 却展现出了自然生动的演技 在不少观众心中 留下深刻的影响 之后 李世荣陆续出演了 多部电视剧以及电影 更获得了春史电影赏 童星奖的殊荣 以及百想 大汉民国电影大赏的 新人奖提名 童星时期的李世荣 演技就备受肯定 之后 李世荣决定先专注于学业 暂停演艺活动 直到2011年开始 李世荣才重新投入到 演艺事业中 以成年姿态 陆续出演 蔬菜店的小伙子 想你 吸血鬼侦探等剧 并于2016年 凭借着 月桂树西装店的 《神士们》这部剧 获得当年 百想KBS演技大赏 女子新人奖 成功打破 童星框框 转型成为成年演员 至今出演了 30部以上作品的 李世荣 曾在花游记 合作李生基 古装剧 成为王的男人 合作吕真九 医生要汉 搭档直胜 Memory's的 联手于成号 近期 更是在 衣袖红香边 搭档俊浩 上演古装罗曼时 是拥有 男神收割机 称号的女演员之一 出道的第23年 1997年就出道的她 在演艺圈 其实是非常资深的 大前辈 很多和她合作过的 男演员 都比李世荣 还要晚出道 就连1999年出道的 资深演技派 池盛都曾说过 在演戏资历上 李世荣 才是她的前辈呢 出道23年间 不断磨练 紧紧自己演技的李世荣 在成为成年演员之后 更勇于挑战 不同的戏路 从花游记 一人分是三角 一生要汉 却是一生角色 Memorist 饰演天才犯罪 测写师 再到烧脑剧 Karos 为了贴近 忙碌的生活角色 首次以短发造型亮相 李世荣出演的作品 不仅题材多元 还都能完美演绎 每个角色 真的很不简单 李世荣还曾因哭戏 而引发了热议 李世荣在出演 《医生要汉》时 因为剧情 以及角色设定 有多场哭戏 而李世荣 每一场哭戏 都能哭得超美超动人 带给观众 满满的共鸣 演技超细腻 当时 哭戏播出之后 也常常在网上 引起热烈讨论 更让李世荣 因此获得 哭戏达人的称号 被网友们大赞 超会演哭戏 除了活跃于演戏 李世荣还曾于2017年 出演歌曲综艺 蒙面歌王 李世荣在节目上 一共演唱了两首歌 其中一首 就是当时非常红的歌曲 《哥哥啊》 清纯可爱的嗓音 让他受到了不少关注 很多观众发现 歌手身份是李世荣之后 都感到十分新鲜 而最近 李世荣在衣袖红香边里的 清新古装扮相 收到了不少的称赞 这也是李世荣 继成为王的男人后 时隔三年再度穿上古装 不论是成为王的男人 惊艳众人的王妃造型 还是衣袖红香边里面的 宫女韩服 李世荣穿起来都非常的美 充满仙气 还被评为是 最适合韩国古装的 女演员之一 李世荣现在28岁 跟童兴时期相比 甜美的外表没什么变化 被网友盛赞是母胎美女 从小美到大 除了颜值 她的好身材 亦成为热化 为了在屏幕前表现亮眼 原来她私下也下了不少苦功 世荣曾在节目中提及 自己一次做500到700个深蹲 锻炼双腿线条 难怪能成为衣架子 穿什么都好看 相信未来会看到更多她的作品 令人十分期待 李世荣现在受到了很多的荣誉 但是相对的也就有了更大的压力 能不能背起来韩国第一童星的称号 还要看以后的发展 但是好在李世荣现在的影视资源 相当的雄厚 成为一流明星应该是指日可待 所以你喜欢这位韩国的大事女明星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